朋友们大家好,经过几天的打磨,我们今天运营来了一个十分钟以上的长内容节目 我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历史爱好者心目当中地位非常高,被封为战神的唐朝大将军李靖 得益于小说和演艺的影响,在传奇和演艺里面,李靖是非常风光,又是风尘三峡之一 有红颜知己,又是托塔天王,而且还是哪吒特地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富贵和传说,和真实的李靖没有什么关系 真实的李靖一生的政治处境都非常的凶险,始终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史书当中说他一度和门自首,杜绝宾克,虽亲姐不得忘记,把自己给封闭起来 那不是抑郁症,至少也是郁闷了 一个战绩报表的名将,是什么给他逼成了抑郁症呢?又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如此难受呢? 那是因为老板对他不放心 对于唐帝国的领导核心来说,李靖这个人可是个有政治污点的人 早在李渊密谋返随的时候,李靖就干过一件事,自所上变 当时的李靖看李渊要造反,就打算到扬州向隋阳帝告发李渊的阴谋 当时的李靖心里想,这可是效忠隋王朝的大好机会 事成之后肯定是大大有赏 但是这件事诡异的就是,他叫做自所上变 也就是说李靖他给自己带了个夹子去见了隋阳帝 这不就是表明说自己是有罪之人吗? 李靖这么做难道不是给自己的身上抹黑吗? 对于这件事,我们也只能够这样理解 那就是李靖他参与了李渊的密谋事业 但是由于革命一直不坚定,想要反水带罪立功 可让李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渊这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 李靖刚走到半路,长安就沦陷了 李靖在半路上带个夹子就被抓了 李渊也是准备把他当做革命事业的软骨头的典型 直接砍了,以做校友 可就是在临行之前,李靖突然大喊说 公卿一兵,玉平暴乱,难以私怨杀壮之乎 这是李靖一生当中在老板面前话最多的两次之一 而另一次我们后面会讲 李靖在老板面前话少的是出了名的 史书记载说他在朝景上经常嘴巴反应迟钝 坑制坑制半天也蹦不出一个字来 如果你以为李靖是武将出身,大老粗不会说话 那就错了 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才奸文武,出将入相 所以说他不说话,大概率其实就是不想说话 而不是说他不会说话 他把话留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说 比如说这一次,他眼看着脑袋要落地了 他说出来的话水平就非常高 他不是跪地求饶,而是理直气壮的质问 你李渊要干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隋王朝的腐朽统治吗 现在你就因为这点事,就要杀掉我这个人才 那天下人怎么看你 在他心里面是认定李渊这个人要做曹操的 所以他才这么说 要知道早在东汉末年 当时的某事怂恿张秀第二次投降曹操 张秀就一脸梦 说先生啊,我已经投降过一次了 反过一次了,再投降那不送死去吗 结果谋士就指点说 你放心去吧,死不了 曹操是个干大事业的人 他要的是人才 需要向天下英雄做出一个姿态来 至少表面上会非常的宽待你 曹操没有杀掉张秀 同样李渊也没有杀掉李靖 但是李靖自所上变这个污点 在老板心里可是再也洗不掉了 要不是李靖才看大用武力直报表 那他早就已经死了好几回了 因为李渊对于李靖是极不信任 所以李渊长期把他安排在边疆地区任刑军总管 这一方面是想利用他的作战才能 而另一方面是想在什么时候用的不顺心 直接就在边境给他砍了 造成的影响也很小 在大唐的建国初年 萧綦以梁朝皇族后裔的身份 趁着乱世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片土地 定都将临 也就是现在的荆州 仗着水士和李渊对抗 李渊派李靖去打萧綦 而且给他的兵又非常的少 李靖是被迫要打一场移草对多的战争 一听到李靖的部队受到消息的阻击 难以推进 李渊一想这机会可算是来了 在暗地里给辖州郡都许少下了一个手照 要他杀掉李靖 不用罪名秘密处决 可以看得出已经贵为皇帝的李渊 一直都在找机会干掉李靖 许少认为李靖是个不释出的名将 所以不仅没有下毒手 而是为他请命 李靖这才勉强逃过一劫 而根据史书的记载 李靖到死都不知道这个要他命的密令 他不说话 没有申辩也没有表忠心什么的 只是以最快的速度 率八百精兵 勤获五千俘虏的战绩 做出了回答 这一下李渊又变得很高兴 对朝中的大佬们说 使功不如使过 还给李靖下了手照说 既往不咎 旧是无忘之矣 李渊口口声声强调 说李靖有过有咎 就是说忘了 其实他根本没有忘 反而既的是死死的 李靖也没有说话 第二年就出其谋 一局把消息给灭了 李渊开心的不得了 论功封赏没得说 然后开开心心的 把李靖弄到了岭南 被贬得更远了 等李世民上位之后 李靖历任兵部尚书 还有尚书左部业等要职 成为了朝廷重臣 但这些其实也都只是表面功夫 李靖这个人太强了 大唐帝国的边境有什么乱子 第一个要找的肯定是他 而每次凯旋而归之后的高官后路 仅仅是李世民的抚慰 和笼络李靖的手段 李世民一副 你搬事我放心的样子 其实骨子里和他爹一样 对李靖是极度不放心的 贞观三年 也就是公元629年 李世民下诏 派几路大军讨伐东突厥 由李靖担任总指挥 虽说总指挥是他 但尴尬的是 受他节制的几路大军首领 爵位大部分都比李靖高 这就是李世民的高招 李靖是一个他不得不用的人 也是一个不得不防的人 李靖呢都没说话 用行动证明 上了战场 捷报连连 第二年春天 直接俘虏了杰里可汗 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用太上皇李渊的话说就是 自刘邦遭白灯之危以来 对抗外族的最伟大的胜利 在庆功晚会上 李渊是自弹琵琶 李世民亲自起舞 场面是和谐欢快 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李靖 却享受不到这样的气氛 根据史书记载 在李靖打胜仗的前后 接连两任御史大夫 都对他进行了弹劾 罪名是攻破竭力可汗 牙障之后 纵容不下 烧杀劫掠 这些弹劾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是没事找事 不出所料李世民抓住了机会 召见李靖进行思想谈话 把他狠狠的给臭骂了一顿 李靖本身话也不多 也没有解释 只知道是不停的谢罪 然后两个人面面相去 沉默了一会儿 李世民才说 前朝有个名将叫十万岁 他曾经也大破突厥 但是隋文帝却有功不赏 随后还在朝堂之上给他宰了 振责不然 入功之功 赦功之罪 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隋文帝那样的人 对于李靖你 有功要赏 有罪不罚 看到没 李世民不但用十万岁的遭遇 对李靖进行敲打 而且未加何时 就强调李靖是有罪的 只是朕宽宏大量 不追究罢了 随后又对李靖加官进决 给了大量的金银作为封赏 这给你个巴掌 再给你个枣 算是被李世民玩的明明白白的 没过多久 李世民又找到李靖 对他说 此前御史大夫 对你的谈劾都是无中生有 我已经查明白了 你不要往心里去 可问题是李靖他就长一个脑袋 你说他能不往心里去吗 如何玩弄说他有罪与无罪 甚至两任御史大夫的构陷谈劾 都极有可能是老板受益的 但李靖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答辩 要是他很不合适宜的 一定要抗辩 要跟老板争个面红耳赤的话 估计他没罪也要被整得很惨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到了64岁的时候 李靖以腿脚步方面为友 向老板请示退休 可万万没有想到 李世民是非常爽快的就同意了 也没有挽留 紧接着呢 对李靖又是一顿名为包养 实为训诫的说教 说这个古往今来 身居富贵而能够知足止步的人太少了 大多数的人要么是财不堪用 要么就是身体有病 可即使这样呢 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职权 就这个话 他说的已经不是什么名包暗访了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阴阳怪戏 但是李靖的退休生活还没有开始 到了第二年 土玉魂就入侵梁州了 结果不出所料 李世民又找到了李靖 给了他一根拐棍 就让他上战场了 因为李靖他太能打了 唐太宗也知道非他不可 结果李靖出征 最后也是大破土一魂 再次用胜利说话 但他永远也挑不出那个魔咒 那就是每次大控告成 肯定就有凶险随身 只不过这一次呢 可能就有点过分了 当时的历州刺史等人 就直接说李靖要谋反 李世民的处置方式也挺有意思的 按照当时的史书记载 说是命法官暗急事 也就是说命令法官 核实李靖谋反之事 好像巴不得找到李靖谋反的证据一样 可见他心里面仍然相信65岁的李靖会谋反 只是最后呢 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李靖谋反的证据 而这些告状的人呢 也因为诬陷被流放了 这个事情里面 从头到尾 李靖还是什么废话都没有 只是把自己关在家里 连亲戚都很少见 相当于说自我软禁了 因为他知道想不想谋反 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而是要看皇帝想不想杀他 搞笑的是 后来李世民让李靖去教侯军吉兵法 这个侯军吉当时在学的时候 就总觉得说李靖是心不在焉 没有尽心的教自己 于是就也跟着污蔑说李靖要谋反 可以说李靖这一生是战功赫赫 对大唐也很忠诚 但为什么屡次会遭到同事的污蔑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细思极恐 这里面除了同僚嫉妒他的功劳 或者是谢思愤以外 与李家两代老板刻意纵容 指使对他的污蔑也有很大的关系 你李靖确实是大唐的第一名将 南北系三面军事危机都是你搞定的 没有你不可能打得这么顺利 贞观胜是一大半的武功 都要归到他的名下 你想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 聪明的老板不可能放着不用 但用了呢又怕你功高震主 野心膨胀 更何况你还是个有污点的人 这进退两难还能怎么办 只能用政治谣言和污告 时刻敲打警示你 让你时刻都处于在高压和危机当中 让你表面风光 震功赫赫 但内心胶着 不敢乱想 于是乎就两全其美了 有一点不得不承认 那就是李渊李世民夫子的政治手腕 比历史上大多数的帝王要高明多了 他不杀降臣 不杀功臣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所以才能够把李靖的军事才能 发挥得淋漓尽致 都说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可李靖遇到的这两任老板 都不是这样的人 而是用人照疑 疑人照用 李靖一次一次涉险过关 最终平安落地 生前就名列 林烟阁24功臣 他自己呢 功成名就 他的老板也算是赚到了 以至于后世几乎没有人怀疑说李世民 总是防范李靖的这个险恶用心 通通都称赞他是知人善任的贤君 可以说李靖也是李世民 自我塑造明君形象的一个模板之一 只不过再仔细想想 在李靖与两任老板的关系处置当中 最高明的其实还是李靖他自己 首先李靖他确实没有谋逆的心 这一点确先保住了他的安全 要知道在流言四起的环境里面 哪怕他少有一丁点的不尘之心 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那他哪怕长十个脑袋也不一定够砍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 至少在他两任老板的心里面 始终都是这样认为的 其次就是李靖他本人 应对谣言诬告的态度 可以说是堪称经典 无人能敌 当老板怀疑你的时候 不用申辩也不用抗议 如果那样的话 只会让你的损失更为惨重 即便你的口头上把老板是怼得哑口无言 证明了自己是有多清白无辜 老板依然可以用手中的权利 轻则让你去职 重则让你去死 可以说李靖对于权利的东西 是深入透彻的 那就是权利从来是不认道理的 哪怕是到了晚年 垂垂老矣 他也仍然自信 时刻表现出我行我上的积极态度 贞观18年 也就是公元644年 李世民要亲征高高李 在临走之前还不忘故意试探李靖 说你这一生戎马征战 为我大唐立下了不是之功 现在只有东边的高高李还没有打 你怎么看 这会儿李靖说话了 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 在老板面前说了这么多的话 他说 陈王者平吉天位 博展微笑 近残年修谷 唯你此行 陛下不弃 老陈病期了已 他把之前的战功 全部推到了老板的身上 然后表态说 打高高李自己能够随行 希望老板别嫌弃 我自己年纪大了一身病 当然啊 这个老板没有立刻同意 毕竟李世民他只是试探一下 心满意足的就走了 这下年迈的李靖 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如履薄冰一辈子 老板对他是彻底的放心了 那么喜欢这期节目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想要聊聊哪些话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您的支持 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最大动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